第332集 求方活术 2023年9月5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上一集做到最后呢 我又有点心神不宁 当视频做完的时候 我立刻就知道 为什么我会心神不宁了 这一集一开始啊 我就必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否则我是没有办法继续前进的 在这里啊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上一集视频中出现的东方说 就是现在的我 也就是说我就是历史上汉朝的东方说 这一世呢 我就是再次来到人间 我来到这一世的使命 就是为大家书写真正的历史 而这也就是啊 求方活术的含义 到了这一刻 我才真正明白 为什么直到昨天 我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因为到了昨天呢 就是时期到了 西游记这本书 就在这个情节说明白了一切 此时啊 大家先要明白 这个时候的孙悟空就是我 东华大帝君就是习主席 而东方说呢 他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汉武帝时候的东方说 一个就是现在的我 你先有了这个概念 然后再看这段文字 孙悟空来到东华大帝君面前 从翠平后转出一个小铜 翠平在这里代表了习主席的身后 这就是说 我一直受到习主席的保护 之前没有人知道我 知道了之后呢 那也没人能害得了我 练元真 脱本窍 此时我们要明白啊 东方朔 他是东方神仙之一 他是一个小神仙 下面说了啊 他是小仙 汉朝的东方朔 就是天上的东方神仙 一个小神仙 下界来到人间 而大家此时都知道东方朔 但是谁也不知道我 所以呢 这一世的我 是脱去了东方朔的外壳 大家明白了吧 你看这句啊 石破源流精气神 你看啊 我这一系列西游记 最开始讲的 就是西方邪神 汽取中国人的精气神 精气神这三个字啊 只在西游记中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就出现在很前面 是总纲里面 第二次就是这里 之后就没有精气神这三个字了 下面就是最最关键的一句了 主人认得无须措 你仔细看这一句 你觉得这一句话 是谁对谁说的 你说此时 一共三个人 孙悟空 东华大帝君 东方朔 主人认得怎么解释 如果你说这句话 是东华大帝君说的 那么这一段文字 都是说的东方朔 而东方朔 一直跟着东华大帝君 不可能东华大帝君 不认识东方朔 所以这句话 不是东华大帝君说的 那么这句话 是孙悟空说的吗 孙悟空他也不是主人呢 这可是东华大帝君的家 所以这句话 也不是孙悟空说的 那么这句话 只能是东方朔说的 可是东方朔 嘴里的主人是谁呢 因为现在很显然 他是东华大帝君的手下 东华大帝君 不可能不认识他 所以东方朔 嘴里的主人 其实是孙悟空 而这句话 准确的说 也不是东方朔说的 这是神仙作者 对孙悟空说的 这怎么理解呢 你看啊 下面孙悟空 和东方朔开玩笑 孙悟空说 小贼你偷桃子 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著名的典故 我们这时候啊 先要知道一个最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东方朔 是汉武帝时期的人 他是汉武帝的臣子 汉武帝非常信任东方朔 你看这个典故 出自列仙传 汉武帝生日时候 王母娘娘来献盘桃 这时候 王母娘娘指着东方朔说的 他三次偷我盘桃 现在我们就不说这个 东西方谁先的事 那个我也不知道啊 咱们就说 这个典故 这就是告诉大家 孙悟空为什么说 东方朔是偷桃子的 而东方朔回答 老贼 我师父这里没有仙丹 你偷不到 这就是说 东方朔知道 孙悟空偷太上老君金丹 这件事 这段情节呀 真正含义 我就要告诉大家了啊 偷盘桃和盗金丹 是指同一个事情 就是革命 就是造反 就是推翻西方邪神的人间统治 所以呢 孙悟空和东方朔本质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革命者 而孙悟空你看看啊 他叫东方朔小贼 东方朔呢 他叫孙悟空老贼 这个地方有两个含义 第一呀 就是这两个人非常熟悉 关系非常亲密 否则不会如此这样开玩笑 第二个呢 这就是一个转换 你算算啊 东方朔是汉武帝时候的人 他距离现在大概有两千年了 而孙悟空呢 你按照地府里面的生死簿 那个年龄算 孙悟空肯定不过两千岁 你再放宽点 加上他那个五百年大闹天宫 他也不到两千岁 所以此时的孙悟空 他比东方朔要小 因此他不能叫东方朔小贼 东方朔呢 也不能叫孙悟空老贼 但是这里就是这么写的 所以啊 此时只有一个含义 就是啊 这个时候这个东方朔 是这一世的东方朔 此时的东华大帝君 是习主席 而东方朔就是我本人 所以孙悟空才能叫东方朔小贼 因为我现在 你怎么算都比孙悟空要小得多 到了这个时候 你再看下面一个关键情节 东华大帝君 让东方朔去取来两杯茶 而孙悟空喝了茶 之前我说了 这是一个传递传承 其实就是说 东方朔把他的神通给了孙悟空 你同理呢 也是孙悟空把他的神通给了东方朔 因为他们两个是一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 我再说一下新的意思啊 这里两杯茶 是两辈子的意思 这里说的 就是汉武帝时候的东方朔 那是一辈子 现在呢 2023年的我是东方朔的这一辈子 同理你也可以说 孙悟空那是上一辈子 东方朔是这一辈子 他们俩代表了一个人的两辈子 大家明白了吧 那么 此时的孙悟空就是现在的我 那么这个时候的孙悟空和东方朔 其实是同一个人 他们都是东方朔 因为这个关系 你看我说起来就这么复杂 你理解起来啊 也是很困难 所以啊 你看神仙特意写了这么一句话 主人认得 无虚错 这句话真正意思是 是西游记的作者 也就是我的师父 对我说的 他让我不要怀疑 这就是真实的 这不是虚假的 这不会错 主人认得 是说我就是东方朔 东方朔 也就是现在我这具身体的主人 孙悟空和东方朔 不过是同一个人分开写 他们在这个时候 都是东方朔 这就是主人认得 无虚错 你也可以认为 是孙悟空认出东方朔 反正都是同一个意思 如果你还理解不了啊 那你看孙悟空离开 东华大帝军时候 发生的事情 此时 东华大帝军 给了孙悟空一杯玉叶 先说最关键的 什么是玉叶 玉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代表了中华文明 但是这个地方 它的含义非常具体 这就是说的 传国玉玺 就是秦始皇那块 这就是中国的法筒 那么这个情节 为什么一定要写呢 这就是解释前面的 如果我们认为 东华大帝军是汉武帝 孙悟空是习主席 那么这一杯玉叶 孙悟空一定会喝下去 因为习主席拿到了中国法筒 所以说他必须喝下这一杯玉叶 而此时孙悟空没有喝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明确告诉你 这一刻的孙悟空不是习主席 所以此时的东华大帝军 就是习主席 而孙悟空就是我 这个法筒 我自然不敢拿 我可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为什么东华大帝军 还是要拿出玉叶呢 这就是说 孙悟空和玉叶有关 因为玉叶代表了中华文明 而孙悟空是去求先方 医治人参果树 这件事就是玉叶的一部分 所以孙悟空又和玉叶有关 那你看这里为什么 又只说一杯 而不是前面的两杯呢 两杯是针对东方硕说的 代表两杯子 而一杯说的就是这杯子的事 这杯子 习主席带领中国人民 走过了反者道之洞那一点 然后他继续带领我们 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实我这里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们的历史就是三个三千年 第一个就是大禹时代 第二个就是周天子时代 这都可以看成三千年 而未来的三千年 你就可以看成是从二十大开始 或者从今年开始 2023年都没有问题 这一杯说的就是这一辈子 也是正在来临的未来三千年 都是这一杯玉叶 这就是中华文明拿在其主席手里 这一杯玉叶给孙悟空看 孙悟空却没有喝下去 这就是说的孙悟空和玉叶有关 却不是喝玉叶的身份 这也就是说 我的使命是斩杀九转灵魂 书写真正历史 而这一切呢 又是求方活术的具体体现 这件事呢 是我切实的去做 大家明白了吧 如果不是我来书写历史 我都不会看到玉叶 现在你看完这个情节 也就明白了我的身份 同时呢 很多疑惑 尤其是我自己的困惑呀 在这一刻就完全解答了 这一系列西游记的视频 有很多让人感觉困惑的地方 这不是说我西游记视频 本身有矛盾 有混乱的地方 这个是没有的 我是说 这一系列视频 在社会上出现 在人间出现 是很让人困惑的 我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 也许有人知道 之前有个天涯论坛 那个时候 大家都上这个网络 就上这个论坛来看帖子 那里有个人 叫做后杀月光 他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啊 他是装作恨国党 他发了很多帖子 指责中国 指责共产党 于是呢 因为他表现的反党反国家 所以在天涯论坛 就得到了水军的疯狂支持 很快呢 他就成为了名人 成为了网上有影响的一个标志 但是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突然有一天 后杀月光反水了 他表现为爱国党 于是所有人都傻眼了 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告诉大家 我这一系列视频 140集之后 已经深刻记录现实了 尤其是后面的视频 我是直接指名道姓 从孙中山到周恩来 从邓小平到马云 全中国活着的死去的人 我都一个个深刻扒皮 这一系列视频的分量 大家很清楚吧 所以啊 这一系列视频能出现 能在网络流传 只能是习主席点头同意 换了其余任何人 都没这个分量 那么此时啊 你就回忆一下 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后杀月光怎么反水的 你想一下 假设 如果我有一天突然反水了 你觉得这个影响 是不是思想界的核弹级别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 如果习主席不知道我是谁 他难道不担心 我有一天反水吗 在这个位置做任何事啊 就是在习主席的位置 他做任何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 因为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事关全国 甚至全世界 而我这一系列视频一直出现到现在 一天不断 而且还会一直做下去 那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习主席不担心我 为什么习主席不担心我呢 现在你就有了答案 因为习主席早就知道我是谁 在我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 习主席已经很清楚我的身份 他为什么如此信任我 那是因为习主席就是汉武帝 而我是东方朔 在汉朝时候 我就是他的属臣 而东方朔是东方神仙中的一员 所以呢 东方朔是不可能出问题的 来到这一世啊 当这一系列视频出现 习主席就知道了我的身份 而我现在呢 也知道了我自己的身份 大家现在就明白了吧 为什么我的视频能流传 而习主席又完全信任 这个原因就在于2000年前 我就为汉武帝做过同样的事 这一世呢 只是再来一遍 现在大家就完全明白了 为什么我的视频 能一天一天稳定出来 你只要在最高层次想一下 如果习主席不是对我之根之底 不是完全信任我 那么我的视频怎么可能出得来呢 只是我现在啊 坦白的说 我的神通应该还被封印 暂时呢 还没到全部解开的时候 所以呢 我不能回忆起过去的事情 我只能记得这一辈子的事 但是不用担心啊 等到时间合适 我会记起一切 因为那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我必须全部的书写出来 同时大家也就理解了 为什么我的视频里面 对孙中山 蒋介石 周恩来 邓小冰 这样的汉切卖过贼 根本不在乎 其实大家想一下啊 就我视频里面 点名骂的那么多人 如果你是一个凡人 你很难有这个胆量 而我骂他们的时候呢 真的我是没什么感觉的 现在我也就知道了 因为我就是东方硕 起码呢 也是算个天上的小神仙 那我来到人间 就是审判他们 我是法官 他们最多不过是九转灵魂 所以我真是 一点不怕他们 相反的 他们肯定很怕我 同时你也就明白了 我为什么对观音菩萨 如来佛祖 也没有半点尊敬 因为他们就是我的敌人 我当然不用尊敬他们 我说了这么多呀 就是向大家 正式说明我的身份 我就是东方硕 我来到人间 就是书写真正的历史 这就是修好中华文明 这棵大树 其实以我的性格 就是我这一世的性格 我不喜欢做这些的啊 但是当我看到那句话 主人认得 无须措 我就明白了 这是师父告诉我 必须把这些都说出来 现在大家就更明白了啊 我的真正身份 也明白了习主席 就是汉武帝 同时呢 你也就更加深刻的理解了 天地人三界的关系 这个时候啊 我再说一下天地人三界 因为现在我知道了自己的来历 我说起来呢 就比以前更详细一些 大家看看这个图 我先说一下啊 三界的规矩 那就是各自为政 也就是说 三界不能互相干扰 我再说明明点 就是啊 神仙他不能以本体下来人间 地府的鬼呢 也不能跑到人间 同理呢 人呢 就是凡人 也不能到处乱逛 你只能留在人间 这是大规矩 但是呢 三界又互相有一定的干涉 我前面说了啊 神仙下界 也说了九转灵魂 这就是神仙界 对人间的干涉 此时我们先说东方神仙 东方神仙要干涉世界 深度的干涉世界 就要牺牲自己 他不能以本体下来 他只能将自己 在天上的神仙本体牺牲 然后以凡人的身体 在人间行动 此时你就真正明白 习主席都说的 那八个字了啊 我将无我 这就是习主席 牺牲了天上的神仙本体 来到人间 那他为什么牺牲了 天上的神仙本体呢 就是因为要不负人民 大家懂了吧 说到这里啊 我也觉得啊 我估计我自己 天上的本体也没了 否则我下不来 然后呢 我们对比的看西方邪神 西方邪神 他是因 他代表了私心 他是私心的极大成者 因为他是私心的 所以他不可能牺牲自己的本体 所以他真的就下不来 因此他只能在人间扶持 九转灵魂 大家懂了吧 整本西游记 只有一个西方邪神下界的例子 就是施陀国的故事 那个大鹏鸟 他是西方邪神之一 他在人间就是成吉思汗 而你看西游记里面写了 成吉思汗非常怕死 其实我估计啊 他是怕自己天上的本体毁坏 所以一旦有点危险 你看就是如来佛祖 马上就跑来接他回去 这如来佛祖顶天了 对吧 可是即便西方邪神亲自下来 就这个成吉思汗啊 他也没有超过人间的神通 所以他的武器是7200斤的化感方天级 这就代表了人间最大武器 这就是说 即便西方邪神以本体来到人间 他也是只能用人间的武器 他没有神通 这个神仙界的事情呢 我现在还是大部分都靠猜 我现在也不能说出更多内容 大家自己仔细思考就好 因为啊 西方邪神不敢以本体下来 所以他们就培养了一堆旧转灵魂 在人间做代理的人 给他们制作人参果 大家明白了吧 你想一下啊 九转灵魂呢 他们就好像考了几百次的高考生 而凡人呢 就是一生只有一次的高考 那你是根本考不过他们 所以九转灵魂 对凡人有压倒性优势 这就是于谦周恩兰 他们能无限作恶的原因 他们的一生啊 就是你的一生啊 你的经历 你的经验 在各个方面 你距离九转灵魂 相差太大了啊 你打不过他们 所以九转灵魂呢 就不断作恶人间 体现出来呢 就是改朝换代 以及人间的各种混乱 你比如邓小平时代啊 黑白颠倒 全社会呢 集体的道德坠落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东方神仙 必须牺牲了自己的神仙本体 这就是我将无我了 然后他们吓到人间 此时他们看起来 又是一个一个的凡人 但是呢 神仙就是神仙 神仙对于九转灵魂 又有压倒性的优势 因此呢 当毛主席下来 九转灵魂 比如周来啊 就不是对手了 所以毛主席才能建立了新中国 而当习主席下来 邓小平他们就完全不是对手了 所以我们才有了二十大的伟大胜利 这就是二次建国 大家都明白了吧 此时你看右边的图 我就以我自己来举例啊 那么我来到人间 那我在人间也是凡人 这点大家千万明白啊 我说这段文字的意思啊 我就是告诉大家 我不会呼风唤雨 我不会腾晕驾雾 我出门呢 要坐火车 坐飞机 要开汽车 坐公交 那如果我没有钱 我都没有这些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只能走路 我也不会飞 大家明白了吧 我的一切都是凡人的样子 我可不是小说电影里面的神仙 有各种神通 我是没有的 我也得吃饭 喝水 睡觉 我也不能喝西北风 活着 我来到人间也是修炼 不过呢 当我死了 我和大家一样 都来到地府 如果我做得好 我可能走六道 就直接回到天上 那时候我天上的 这个神仙的本体 可能也就恢复了 同理呢 其实习主席 毛主席也是如此 但是我估计啊 他们应该不用走六道 他们贡献太巨大了 他们可能就直接回到天上 不过因为毛主席说了啊 自己的灵魂呢 已经分散到人间 所以人民呢 要各个修炼成功心 最终大家积极都回到天上 那才能让毛主席的本体恢复 这个也是我推测的了啊 具体我现在还不知道 这一段说的 其实都是我的推测 我自己也没有经历过 又或者我经历过 可是我现在还是被封印的状态 我什么都不记得 所以我只能这么推测 如果我这一世 在人间修炼不成功 那我就显然还要投胎 还要留在人间 那就是那四个部分 贵 富 人 富 贵 福 人富 大家看到了吧 那些特别坏的灵魂呢 就直接变成了鬼 他们就不能成为人 就出不来了 那人间呢 就剩这四条道 大家明白了吧 好了啊 天地人三界 我说了一些大概推测 这就是 说我凡人的这个部分 那么我再说一下啊 不凡的地方 因为人间呢 分阴阳 阴的就是大家都看得见 波得着的 这就是唯物主义 而阳的呢 是大家看不见 但是却的确存在的 可是这个 你不能称为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这个词 已经被六贼带歪了 所以啊 我们就只说阴阳 阴阳最好理解的例子 就是中医 中医认为啊 器官这些啊 就是都看得见 那都是阴的 但是器官之间 如何发挥作用 如何相互作用 这可不是 七一解剖学看到的 他们看不到 器官之间的作用 是阳 是仪器无法检测的 而灵魂呢 也是一样的东西啊 这个灵魂 就是人类看不到的 但是的确存在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就要说一下啊 我会和凡人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能在灵魂层面 做很多事情 这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啊 我要去审判 救赚灵魂 然后杀死他们 然后取出他们的记忆 然后还要去地府出差 这都是灵魂层面的事 凡人看不到 可是却的确存在 否则 我做这一系列 西游记视频 那不就毫无意义了吗 现在大家就明白了 我是谁 也知道了我的使命 同时你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这一系列视频 如此颠覆世界的视频 会被允许存在 此时啊 你再看看这一系列 的视频 到现在为止 就这一系列啊 这个小系列 到现在为止 正好是第三集 你看看这个图 这个系列 说的明白 就是求方活术 这就是 让中华文明 重现人间 你看第一集 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而第一集啊 是在9月3号 这是抗战胜利纪念日 这个日期的含义 是代表中国打败一切外敌 这也就是说 二十大 是习主席打败了 全世界所有敌人 重新建立了中国 大家明白了吧 这也就是一切的开始 但是第一集 我完全不知道 我是东方硕呀 那是开始 我只能说 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呢 就是福禄兽来到了中国 这是给全体人民的福禄兽 而你从人民的角度看 这也是人民的需要 这就是凡人的道 咱们说的低点 咱们不说那么高大上的 那么他凡人呢 就大家作为凡人 那么也就是需要福禄兽 第二集呢 就是孙悟空见到了 东华大帝君 同时见到了东方硕 而这就比第一集 对于我个人来说 就清楚多了 因为我知道了我的身份 但是当时呢 因为太突然 我也不敢确定 所以我心神不宁 也就是没有在那一集说 到了第三集 这就是三生万物 而你注意啊 三生万物 需要这个根源极为明确 那否则不就是胡乱生长吗 针对这个视频来说 也就是说 我以后要解读 世间万物了 如果我此时 还不明确自己的身份 还不知道我本人是谁 那我就不能把握住根源 现在我明确知道了 我是东方硕 那我很快也就会有神通 有了神通之后干嘛呀 就是解读三生万物 而这个万物啊 就是人间一切事物的发展 而这就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真正的历史 所以在第三集 我明确了自己的身份 也更明确了自己的使命 同时大家也就对整本西游记 以及现在这个时代 甚至古往今来的真正脉络 还有天地人三界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也就是说真正的世界观 真正的历史观 我大概齐的为人民建好了 之后呢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个框架里 不断完善所有细节 这就是三生万物 这也就是我的使命 这也就是求方活术 大家现在就完全明白了吧 此时我们再看看东方硕的名字 东方就是中国 也代表了东方大道 而硕这个字呢 是初一的意思 就是一元复始 所以东方硕 我具体一点说 就是让中华历史重新出现 大家懂了吧 此时我也就更加明白了 为什么最开始就有一段时间了 我的微信群就被封了 我自己说话这功能就没有了 后来呢 我的这个B站呢也被封了 就是我在B站也不能说话了 但是呢 我却可以看微信群 也能看B站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呀 习主席早知道我的身份 但是我自己还不知道 所以呢 他就提前为我做了一些准备 我再说的直接点吧 现在大家知道了 我是东方硕 我来到了这一世 你也知道了 习主席是汉武帝 来到了这一世 以前我说我是巫师 我是人操官 这两个职务啊 很多人是根本不认可的 即便认可 那他们也会觉得 我和具体的社会上的事情啊 没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一个底层老百姓 我还是无业游民 也就是说 我在如今这个社会上 是一个毫无力量的人 那么他们就不会理我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现在咱们说的实际点啊 大家知道了 我是东方硕 我不说神仙界的事 我就说人间的事 那么很多人就会立刻意识到 我和习主席 曾经在两千年前呢 就一起在人间做事 那到了这一世 很多人就会动了太多心思 就会通过各种办法来找我 因此呢 神仙就早早地断了 我和人间的所有联系渠道 大家现在就明白了吧 同时呢 我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我越来越 不愿意在网上说话了 那是因为 那个时候 我也渐渐就觉醒了 总之呢 意思我都表达清楚了 此时我再说的具体点啊 虽然我知道了我是东方硕 可是这对于我来说 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我还是每天继续做视频 做着我原来一直在做的事 这件事呢 就是我这一辈子的使命 我一天一天的呢 做下去 而我对于这个社会 还是处在最底层 我还是无业游民 还是对人间世俗社会啊 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大家就更不用找我了 你看啊 我说了半天 似乎画了一个圈 从起点呢 绕了一个大圈 又回到了起点 我一开始就对物质世界 没有任何影响 现在即便我知道 我是东方硕 我还是对物质世界 没有影响 可是呢 大家对物质世界的认识 就是对整个社会的认识 又提高了一层 大家应该更能明白 神仙怎么下来人间 怎么做事 然而当大家知道了这一切 大家对我呀 那还是要和从前一样 即便我是东方硕 那我也不是上一世的东方硕 我不是汉朝那个东方硕的那个地位 你看啊 这就是万物一马的另一个解释 汉朝的东方硕和现在的我是同一个灵魂 但是汉朝的东方硕是汉武帝的官员 现在的我呢 是一个无业游民 大家懂了吧 万物一马 你反着看也是对的 所以如果你在汉朝 你认识我 你那个时候 如果你找我办事 那个啊 那个时候的我呢 也许我能办 也许我不能办 但是这一世 谁求我办事 我都办不了 我也不会为任何人办事 我说的够明白了吧 此时啊 我就更加深刻意识到 发生在我身上的很多事 之前 我不是有一天 罕见的缺席了一次 那一天我没有做视频吗 现在我就更加明白了 这是神仙要我呀 去斩断和人间的联系 又是那一天 我斩断了和人间的许多联系 所以现在即便 我说我是东方术 也已经没有人 能利用我的名声 去骗人 去祸害社会了 大家懂了吧 我的这一辈子啊 都是被安排好的 只是我以前不知道 那么现在 我对我的过去 就大概明白了 而未来的方向呢 也非常清楚了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我个人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是要看看啊 今天的故事情节 孙悟空离开了东华大帝军 他去到了盈州海岛 本来我真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突然就全懂了 盈州是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赢了的意思 是胜利的意思 此时我先告诉大家 这里代表什么 大家就更好理解了 这个地方啊 就是革命先烈 灵魂所在之地 他们为了神州大帝 不被一族统治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们牺牲之后 他们的英灵汇聚一起 这就是盈州 为什么是海岛呢 因为他们是灵魂 灵魂是大海 所以是在海里 但是岛屿是什么意思呢 岛屿就是坚固的存在下来 这就是说 所有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先烈 他们的灵魂宛如海岛一样 千秋万代 永世长存 大家懂了吧 所以你看这里的描写 是株树 紫烟 丹崖 这都是红色 而且是红的发紫 而血液流淌之后 就变成紫色 这就是说 烈士的鲜血 大家明白了吧 你再看啊 焦离火藻 这个我前面就解释过 此时我再解释一遍 这是焦火的意思 还有早早离开 离开什么呀 离开邪恶的西方统治 所以要焦火 要打仗 那么牺牲之后呢 就是离开了这个人间 这些烈士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呢 他们成为神仙中的一员 这就是 仙福有吉 但是呢 绝大部分烈士 人民并不知道 他们的名字 也不知道 他们的事迹 所以这是 单招无闻 正是因为啊 我们中国 从古至今 有无数这样的 革命烈士 所以这才有了 最后一句话呀 现果玄缘 对对参随 多美爱 咸花白露 双双拱服 甚绸缪 玄缘 就是革命者 现果 就是说 正是因为有了 无数革命者的牺牲 才有了 中国 人间 丰盛的果实 这个果实 就是美好的中国 白露 是白色路线 是东方大道 咸花 是说中国 走在东方大道上 大家懂了吧 此时啊 这个地方 住着九老 九是多的意思 是无数的意思 这就是 无数革命先烈的英灵 孙悟空见到九老 九老说 我们也治不好 人参果树 此时大家就更明白啊 人参果树的含义了吧 我直接说的具体点 人参果树 就是中国历史 现在呢 英烈的灵魂 都在天上 但是 如果我去问他们 中国历史 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九老说 我们也没有 这个地方 为什么神仙 写了这么一段情节 这就是神仙 告诉人民 革命者的牺牲 神仙在天上都看到 他们没有白白牺牲 他们不但留下了 一个不被 异族侵略的中国 一个美好的中国 同时呢 他们自己的灵魂 也回到了天上 成为神仙中的一员 而且是很独特的一员 所以他们 在盈州海岛 大家明白了吧 此时你再看啊 这个时候 孙悟空吃了 九老给的 江藕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最简单了 这就是再次让你明白 孙悟空在 东华大帝君家里时候 他吃了东方树的茶 但是啊 他没吃 东华大帝君的玉叶 这是有深刻含义的 这个意思 我解释清楚了 同时这里 还有第二层含义 这个江藕啊 是将来的我 这个意思 藕啊 或者你直接认为 这就是将来 也可以 这个地方啊 是神仙对所有人间革命者说的 这就是说 人间革命者的牺牲 神仙一直在看着 所以呢 真正的烈士 都会来到盈州海岛 而不是进入地府 就是 如果未来我们国家 还有为国家民族牺牲的烈士 这个肯定会有的 那么这些烈士呢 就不是进入地府 而是直接来到盈州海岛 大家明白了吧 现在大家明白了这个深刻含义 那么我们继续看 孙悟空就离开了盈州 他直接就去找观世音菩萨了 那么观世音菩萨的事啊 下一集再说 这一集呢 就到这里 此时你看啊 今天是9月5号 这就是九五之尊的意思 因为今天主要说的是 习主席汉武帝 他们手里拿着玉叶 这就是中华文明 是中国法统 所以是九五之尊 可是你看 说起中华文明 中国法统 不能不提毛主席 因此你再看看今天的集数 332级 这加起来是八 小数字是三 这就是八十三 代表八十三岁 而八十三岁 正是毛主席在人间的岁月 大家看懂了吧 神仙在这里啊 也指出毛主席 也是九五之尊 同时呢 朱元璋也是 因为他们就是同一个人 是毛主席 习主席 这样的东方神仙 一次一次牺牲了自己 在神仙界的神仙本体 来到人间拯救神州人民 而因为呢 西方携身几千年 持续不断的欺骗 人民并不知道这些真相 这一集呢 我就彻底说明白了 大家呢 也真的就要觉醒了 不能再被欺骗的 和傻子一样了 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 都觉醒心中的一点功心 最起码你能认识 清楚这个世界 这一集呢 也是囚方活术系列 第三集 三生万物 这也说明了 为什么大家 不能认识清楚 神仙下界 那是因为啊 神仙下来 就是三生万物 它每一次 在人间的形象都不同 好了 当我们明白了这一切 这一集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啊 下一集再见